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春 今天咱们来聊聊云梦露的阵容推荐 在说阵容推荐之前先跟各位说一下 招募系统里面有一个心愿清单 开启条件是招募五将抽100次 心愿清单一天可以生效一次 更新的时间是每日的凌晨5点 心愿清单上选择了五将 成将几率加30% 红将加60% 这边要注意一下 清单开放之后的首次心愿红将必中 所以第一次要先决定好你到底要玩什么阵容 才不会白白准失这个必中心愿红将的福利 第二次清单后如果没有中心愿红将 则下次出现的红将必为心愿红将 红将出现几率为0.08% 保底次数是300次 但是晚到现在常常抽不到300次就出现了 所以几率方面还是挺真实的 OK,咱们先来说说魏国 魏国的特色是控场加扣勒的玩法 魏国的红将是张疗和国家 除非你是超级大课长 不然不推荐先抽张疗 张疗的身心和神兵效果虽然暴力 但是需要到中后期才会开始发力 另外一只红将郭佳就不一样了 郭佳是魏国控场的核心 技能发动时候有50%几率可以附加晕眩 身心后还能恢复自身及队友的额外怒气 五星时攻击方式会变成双横排的敌方 六星时晕眩后效果加一回合 神兵则是进阶25之后 被打也会有40%几率晕眩对方 根本就是一只万人的控场角色 至于魏国成将方面 首先推荐优先培养点尾 点尾的攻击方式虽然是单体输出 但是只要攻击沉默、麻痹、晕眩状态者 伤害加30% 而且还会优先攻击这三种状态的敌人 你们想想跟国家搭配后是不是绝配呢 身心的效果则是击败的敌人越多 伤害越高 还有寄攻后和击败敌敌方时追加普攻的机制 神兵进阶25之后 攻击三种状态的敌人也能追加普攻 根本就是国家的最佳拍档啊 第二只橙色武将推荐选择星线阴 星线阴的普攻会帮助血量最少的武将补血 寄攻则是两名最少血量的武将补血 身心的效果是溢出的补量转为护盾 而且对于三种状态者也能追加一次普攻 追加普攻时当然也会追加一次治疗 是不是相当的划算呢 这只也是追击流专用的补师啊 坦克方面有国家 输出方面有点尾 治疗方面有新线阴 刚好一红两成 打造初期为国控制追击队 OK 再来咱们来说说蜀国 蜀国的特色是联系 联系的意思就是不停的攻击 只要运气够好 一回合就能瞬间歼灭对手 联系的触发机制比较特殊 输出类的武将需要由徐速在场触发 输出武将有赵云 诸葛 黄中 祖龙等等 徐速在场时会发动被动技能 能使同阵营的两名输出武将拥有联系状态 每次行动后有30%几率触发联系再次行动 联系触发时会消耗两点怒气 二星时会提升15%的联系几率 神兵也能提升联系角色的伤害 搭配徐速锦囊则会提升联系7.5%几率 这样输出类的武将联系几率就会高达52.5% 相当于你每次攻击完之后 都有一半以上的几率可以再次行动攻击 祖国的心愿红将是诸葛和赵云 赵云的特色是普攻叠加伤害 技攻则是攻击重牌敌方和叠加伤害 三星则是偏向于收割后滚雪球的输出模式 诸葛两的特色是随机攻击三名敌人和触发星象 星象就是会再额外造成一次伤害 升星的效果是偏向于击败敌方后恢复怒气 以及星象触发的几率提高至64%和伤害72% 两只红将各有不同的特色 而且红将培养比较困难 最好选择一只专心培养就好 至于要选择哪一只就见仁见智咯 橙色星愿武将首推黄中 黄中属于联系输出类武将 普攻和技攻属于单体输出模式 升星效果也是偏向于滚雪球模式 升星时能大幅提升普攻 技攻 爆伤 击败敌方武将后能持续提升伤害 技攻后也能追加普攻一次 最重要的改变是六星之后的效果 普攻和技攻会变成敌方目标血量最少的人 反正就是收割残血武将的速度超无极快 非常好用 值得推荐 至于第二只橙色武将选择非常的多变 如果你要继续联系输出的话 可以选择祝龙 祝龙的普攻是单体 技攻则是重牌输出但必定暴击 升星效果是偏向于输出提升方面 神兵25之后则可以提升暴击伤害 由于和黄中攻击方式的不同 滚雪球方面我觉得还是黄中略升一筹 那如果你想要先培养落盾类的联系 你可以考虑先抽龙统这只武将 龙统的被动技能是落盾类武将触发联系 落盾类武将有马超 魏炎等等 如果是防御类的话 个人比较推荐马超 马超的技攻可以提升全体的伤害减免能力 升星后收到攻击有25%的反击几率 持续升星也能提高自身的硬度 也算是非常不错用的反击坦克 反正第三只人选你要玩什么就见仁见智啦 OK 再来咱们来说吴国 吴国的特色 四角色都会被绑定三层枷锁状态 每次行动结束都会解除一层枷锁 三层枷锁全部解除之后 会获得伤害 悔怒 治疗等强力状态加成 中后期也可以依靠武将或锦狼效果 开场直接三层解锁 属于初期较弱势但后期强势的国家 吴国的红将是孙策和周瑜 孙策的特色是切后 孙策的普攻可攻击后排并附带额外伤害 技攻也是攻击后排及附带额外伤害 升星的效果则是大幅强化普伤和技伤 觉醒后技攻变成双横排输出 神兵25阶效果则是击败敌方后追加普攻一次 初期的吴国比较弱势 所以红将方面我个人比较推荐孙策 毕竟他比较不依赖神兵 且初期具有一定的战斗能力 至于周瑜说真的没什么特色 就单纯的越后期越强 技攻是重排输出模式 对方人数越少越痛 升星方面全部都是偏向于输出提升 神兵25阶之后技能必定暴击 如果你是钟情于吴国 又是大课掌等级的玩家 直接开局周瑜养好养满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不是大课掌 又钟情于吴国 那还是孙策优先培养会比较好一点 至于成将推荐优先培养布链斯 布链斯的普攻可以治疗生命最少的武将 技攻则是治疗生命最低的两名武将 身心方面都是偏向于治疗效果的加成 有时候战场剩下孙策和布链斯时 也有机会靠这两只扭转乾坤反败为胜 第二只承射武将推荐周泰 技攻是造成伤害后为自己附加伤害减免 身心的效果都是偏向于坦克方面的加成 被攻击时会有自捕和几率反击 属于初期非常好用的吴国坦克 坦克方面有周泰 输出方面有孙策 治疗方面有布链斯 刚好一红两层打造初期吴国切后队 最后我们来说群国 群国的特色是各种的持续性状态 灼烧冰冻中毒都属于群国体系 群国的部分角色都会天生自带状态加成 例如袁绍就是火毒跟寒毒的加成效果 群国的红将是贾许和吕布 贾许的特色是中毒攻击 普攻单体输出和高几率能使敌方中毒 而且还会附带麻痹或沉默的效果 激攻则是三名敌方和几率性中毒 群国的玩法比较特殊 贾许推荐优先培养之二星后培养吕布 因为二星的贾许激攻会变成随机五人 后面的星术虽然效果也不错用 但多上一只吕布出战还是比较实际的 吕布的特性是灼烧攻击 普攻是单体输出和高几率附加灼烧 激攻是随机三人和几率灼烧 三星的效果除了能提升普伤和技伤以外 对于灼烧的几率和伤害也能大幅提升 六星的时候甚至对于三种状态者都有征服伤害 成兵25阶时还能造成最大生命6%的伤害 群国真的比较另类一些 初期上两只红将反而更加强悍 又毒又灼烧打起来真的很过瘾啊 至于群国的橙色武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推荐 群国每只橙将都有各自的用途 如果你想玩灼烧系列的话 公孙战与林奇异的技能组都属于灼烧 如果你想玩冰冻系列的话 文丑 炎梁的技能组都属于冰冻 那如果你想玩中毒系列的话 袁绍 华雄的技能组都属于中毒 甚至你想玩状态坦克的话 董卓和现帝的技能组也是非常有趣 你也可以培养张角 元素这类的辅助武将 辅将能补血 回怒和提升三种状态的几率 总而言之 如果你想玩出多样性 选择群国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 OK 那以上四种阵营的心愿推荐就说到这啦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小春 咱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